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是自己的 那么即使是抢过来了也留不住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你也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 所以你特别喜欢那些人多的场合 即使在人前的你总是笑嘻嘻的特别开朗活泼 但是其实背地里的心酸只有自己知道 你的忍耐力非常的强 即使受到了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你只会放在自己的心里慢慢承受 而且非常的为他人考虑 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你的思维非常的敏感 而且直觉很准 别人休想在你面前玩什么花样 在你的性格中虽然有些自私 但是你却是充满了自信力 你从来不想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 也很少会和他人分享你的一切 在很多事情上 你能够保持非常理智的态度 你从来不会感情用事 因为你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 让你赞美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你在社交中是充满自信的 这意味着你有坚强而独立的个性 你不喜欢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你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凭本事以及付出所得到的 在你的眼睛里 散发着一种孤傲的性格 无名指第一指节比小指指尖短 充满理智与悟性 你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生来就非常的善于规划做事 非常的有计划性 而且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为了自己的目的会不懈的去努力 还非常的能够吃苦 心态也很好 从来都不会记仇 只要你觉得没有触碰到你的底线 一切都好说 你喜欢那种简单的生活 不愿意麻烦和累的感觉 即使有时候很固执 但是只要一点点小事 就能够让你开心半天 你还是一个爱证分明的人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你尊重别人的意见 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思维 来倾听人们的评价 人们在与你进行争论时 会发现你有专横的一面 想要打败你需要可靠的理论依据 当你发觉自己犯错误时 你也会选择从善如流 并且真诚的道歉 虚心请教别人 你的内心并不会憎恨这样的人 反而非常的需要他们 因为这样才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发现错误 提升自己 小指指尖短于无名指第一指节 充满神秘感 很注重隐私 你是一个非常懂得浪漫的人 而且对待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善良体贴 会对自己关心的人细心照顾 虚寒温暖 但是你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人 所以在陌生人的面前 你会表现得非常安静 但是一到了熟人面前的时候 你就开始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遇到感兴趣的话题 就会和好友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但是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 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们说 就会选择自己离开 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哭 在别人面前假装坚强的你 其实自己的内心也非常的脆弱柔软 你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你的真实想法 在你的心里有非常多的小秘密 但是你只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分享 你不喜欢把秘密告诉任何人 因此人们认为你是个孤独的独行侠 然而这是出于对自我保护为目的的 你有完食一样的品格 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 你都能够保持自我 这虽然看上去有些固执 但是往往容易凭借固执劲 获得成功 而在生活中 我们除了可以观察小指 与无名指的长度 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命运外 还可以通过比较实质与无名指的长短 推断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伸出左手 无指并拢 观察实质与无名指 哪根比较长就可以 不同情况 命运如何呢 无名指比实质长 若人的无名指比实质长 表示私人属于魅力十足的实践性 这样的人为人亲切 处事圆融 通情达理 在新的环境 马上能与人达成一片 经常被许多人围绕 这样的人善于处理问题 但是欠缺判断能力 只不过虽然偶尔会因此犯错 但瑕不言语 似乎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好印象 同时 该性格的人群理智 大于情感 计算能力突出 十分适于进行科学研究 其中 不发工程师 学者 等佼佼者 由于专注力强 像拼拼图这样的游戏 他们也比别人更擅长 通常来说 其人具有远见着实 与人为善 深谙社会规则 动小 人情冷暖 而这样的性格特征 非常适合在激烈的社会中立足 不到三十岁 便能走向人生巅峰 得贵人相助 事业一帆风顺 财运亨通 终晚年 不愁衣食 富足广达 实质与无名之长 而若一个人实质 比无名之长 则这个人是属于 自信满满的独处性 拥有该性格的人 向来是独行侠 比起敞开心胸 加入团队合作 他们更喜欢单打独斗的 去完成他们心中 设定的目标 拥有如此性格的人 通常也比较自信 属于自我鞭策性 他们在心灵深处 永远对现状不满足 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的人生 更上一层楼 是个相当有企图心 却难以绕过自己的人 通常来说 这种人天性乐观 心机浅薄 非常容易信赖他人 自身也非常的善良 虽然这样的性格特质 会多多少少带来福报 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却难以出人头地 聚财忘福 所以其一生命运相对平庸 想获得事业成功 必须付出两倍于常人的努力 如果实质与无名指一样长 这样的人属于与世无争行的性格 他们喜好安稳 无风无浪的度日 由于天性不惜与人起争执 基本上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只不过这种性格的人 也并非毫无脾气 他们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一旦真的惹怒他们 恐怕挽回情感的机会就很难了 此外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 天资聪颖 言语律己 自学能力强 往往靠着自己独立的能力 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陷入家境 越走越顺 不仅如此 另外这种首相的人 赚钱能力一流 35岁之后 功成名就 大战宏图 有望 富甲一方 了解首相 可以预测个人未来 也可以掌握现在情况 最熟悉的人体部位 却藏着深奥的运势秘密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 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